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欧24岁 来自湖南 高铁信号维护员 女嘉宾小谢24岁 同样来自湖南 室内设计师 来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老师好 好好好 大学同学吧应该是 对 还了四年是吧 小片里说的 是一地吗 对是一地 他毕业之后开始一地的 你在哪 你在哪 我在老家衡阳 他在长沙 没多远嘛 怎么了 对主要就是因为 他毕业之后 然后可能是因为 他那个工作的性质吧 然后他工作都是晚班 所以他毕业之后 我就感觉我们之间 联系也越来越少了 联系少 是特忙吗 对因为我的工作性质的话 跟普通人不一样 我的话都是商业班 就高铁停阅了 你们开始剪 对 对对对 就这种 全业班 对全业班 剪吗 有时候就是不剪 就连着上 连着上 对 就白天休息 夜里上班 对 像我们的话 是晚上八点钟 就得差不多准备 准备工作完毕之后 然后就去 线路上面 维修那个设备 一上的话 就得上到早上 五六点 所以下了班还挺累的 对 也没有太大心思 就只想休息 他可能觉得我 下了班就只睡觉 然后也不关心他 对 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是作为我学长嘛 然后他经历的事情也比较多 我刚进大学那会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 就比如说学校里面要不要进学生会呀 或者要不要进选班干部这些事 我都会问他 然后那个时候他都会特别耐心地跟我分析 他说 进学生会有什么好处呀 有什么利处呀 你可以自己考虑呀 怎么考虑呀 这是人生导师 就依赖他 因为大学一直这样走下来的 然后后面我现在也是刚毕业 我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大四的时候 因为我 我是学室内设计的 然后当初我想转行 觉得室内设计师 可能每天都是要加班加点的 可能我自己不太适应吧 然后我当时转行了 做那个活动策划 然后我毕业设计作品出来 之后老师特别满意 他说 你既然选了这条路 就一定要好好走下去 他觉得我做这行是 特别适合我的 觉得我有天赋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纠结 因为我觉得我确实 四年学了这个专业 也挺不容易的 然后我当时就很久久 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学 然后我就想 让他像以前一样 帮我出点主意呀什么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给他发消息 可能他在工作吧 他就没有回我 过了特别久之后 他给我回信息的时候 他就说 你现在这么大的人 这种事情 你应该自己去把握呀 不用我来跟你分析呀什么的 我就觉得他好像 就不像以前那样子对我了 我觉得他这个事情 就挺小的 我就觉得自己 应该可以解决 本来我工作就特别忙 加上商业班 就是整个颠倒 就是可能没休息好 然后也不是特别想 说话可能 那些有点情绪什么的 没什么就这个 然后平时就很多时候 跟他联系 他基本上就是 每次都是这种态度 就自从他工作之后 我就觉得他整个人都变了 就脾气呀 性格都变了 就越来越不耐烦 你没去看过他什么的 没有看过他 因为他是上晚班嘛 然后我去的时候 可能白天 他就要休息 也没有时间陪我 所以我也没有去找他 而且我现在也转阵了 就等于两个人的工作时间 凑不到一起 其实我现在要求也没有太多 我就希望他有空的时候 可以多陪我聊聊天呀 增进感情 其实不是我不想陪他 就真的是因为 那个工作性质 你有休假吗 一周休息一次 看下去啊 有时候真的挺累的 就是真的哪都想去 就直上休息 那咋办呀 所以不知道怎么办嘛 然后这次也是好不容易 希望能接这个平台 那我们也没办法呀 你的工作性质不就这样吗 所以我就希望他能理解我 或者是他来这边 那他也不愿意来我这边陪着我 他那个工作时间 我就算去那边 我也不可能找一个 晚班的工作 跟他配合起来呀 什么的 然后所以 而且因为他这种态度吧 我后面在自己 正式工作中 因为我也是刚 踏入室内设计 不像我同学 他们一直走下去了 我中间想过转行嘛 然后我现在就从实习 跳到转阵 然后公司里面 很多人情事故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也没有经历过这些 然后他比我先毕业 他经历的多 我想有些事情 想跟他说 我现在都没有 给他发信息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 我怕我这样子 把这些事情跟他说 他会觉得 这种小事就 犯不着跟他说吧 就觉得 又怕打扰他休息啊 这种 那从他毕业 已经一年了对吧 嗯 从他毕业到现在 你们怎么谈的恋爱呢 就靠手机联系一下 偶尔会见一下 谁看谁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看他 他都很少来看我 因为我去你那边 你肯定是没时间的 就算我去了 你也不可能出来 不是 他休假的时候 你就去呗 我们公司是周一放假 哎呀 你们俩的工作 还真是 反正各种困难 都被你们制造出来了 哎 你那些师傅什么的 他们怎么谈恋爱啊 他们 习惯了吧 因为我毕竟的话 工作才一年 感觉就整天倒时差一样的 下了班就想睡觉 他这个工作 他的性质我特别能理解 所以我也没有要求他 一定什么时候过来看我一下呀 不挺好吗 但是主要就是他根本就没时间陪我聊天 而且像我们现在也在一起四年了 我四年四个生日 他都没有好好陪我过过 我就觉得 虽然我没有说一定要制造什么浪漫吧 但是我也想要一些小惊喜吧 然后他都没有 他每年生日我都会给他送礼物 每年生日都会 他每次生日都是在网上直接淘个什么东西 就快递过来了 我感觉就什么巧克力呀花呀 就特别应付那种 我觉得那个也代表我一个心意吧 虽然说我人没过去 但是我觉得一份礼物 代表我的一份心意 但是你每次过生日的时候 我都会做一些手工礼物给你 我觉得你必须要花心思 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 他要过生日了 我得马上买个东西给他 免得他又跟我吵 有时候不是我不想花心思 有时候真的是工作特别辛苦 特别疲惫 你就别说了吧 你工作几年啊 工作一年多 对呀 他说的是四年来嘛 不是 他那个生日挺特殊的 刚好是在过年那段时间 但是我注意听到的是四年来嘛 所以他说的不仅仅是这一年嘛 有一年陪他过了生日 可能就是当时也 这个你也较劲 谈个恋爱 陪人过一生日还要较劲呢 也不是较劲 我的重点不在于说 你是不是用心给他过生日了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解释 我的重点是想问 为什么过去都没有在过生日这个问题上跟你纠结过 而是恰恰在你跟他异地之后 这一年来他开始倒前面四年的旧账了 我想问你这是为什么 他可能就觉得我 自从工作之后就对他关心特别少之后 可能就是对他的时候也不理睬 好 下面我要问女生 你对他放心吧 很多异地的 为什么不放心 因为他那个时候公司说休假 然后他说要叫我一起去广州那边玩 但是我公司因为我也是刚工作 不可能动不动就请假什么的 然后我说要不等下次我们两个时间凑一起 然后一起去玩 然后他说跟他同事一起去 我说男的女的呀 他说一个男同事 之后我就发现在他的微博里面 然后发了他的合拍 有一个女的我当时特别吃惊 为什么我没跟他说是个女同事呢 本来我们俩异地 如果我再跟他说是一个女生去的话 他可能会更多疑 本来加上我们是有三个人 两个男生一个女生 我当时就是说 当时就直接跟他说我们两个男生去 就没有跟他说还个女生 其实真的没什么 就是服从同事朋友 好我们这个事放在一边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 我还想问 就是他的朋友圈对你开放吗 开放 他有朋友圈里面晒生活的习惯吗 他很少发朋友圈 你透过他的这个朋友圈来看的话 他是像他描述的那样 那么辛苦那么忙吗 反正我感觉他应该 不会忙到跟我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吧 我承认确实有时候 就可能对他的关心确实变少了 关心为什么变少了呢 说到底可能还是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的话 就是这个工种的话 我们是维修那个高铁上面的那些设备 如果出了一点差错的话 就可能会导致那个高铁出现问题 这个责任我们担不起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得高度集中 他有时候问我那些话的话 就可能我就觉得他自己完全可以解决 你怎么打算你们俩的未来呢 我当然是希望他能来衡阳陪着我 但是我还是想要留在长沙 因为我在这边读的大学 然后我高中也是在这边学的特长 所以我基本上所有朋友也都在这里 如果我去衡阳的话 再说他那个工作的兴致 他根本就没时间陪我 我就算去衡阳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义 他一个人在长沙你放心吗 我不放心啊 他有一次他跟我说 他要去那个长沙线玩 然后我就说 我可能最近没时间 能不能玩进去 他就非得一定要去 然后还跟我说 说他要跟一个男生过去 我就特别特别生气 当时其实就是为了气他 其实当时是跟还有两个女生 两个男生 然后想叫上他跟我 我们六个人一起去玩嘛 但是我当时就故意气他 我就说就我跟一个男生去的 还有他身边的异性朋友特别多 他们都会在一起玩 但是我不觉得你对他紧张啊 因为其实讲实话 我挺信任他的 毕竟我工作这么忙 然后也没有其他心思去管 所以我希望他的话 可能就能够独立一点 希望他独立 对 我希望他独立 未来怎么办呢 他又不愿意去你那儿 你们想这段感情怎么办呢 其实有时候挺点难的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有没有想过分手 我没有想要跟他分手 但是他总是嫌我 不过关心他 然后就跟我那分手 但是我都是不愿意的 女生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想到以后会怎么样 好 没有想到以后会怎么样 好了 接下来那就一起进入 丘比特温卷 我相信你们曾经是爱过的 你也是爱他的 但是至少现在我看起来 如果说得委婉一点 我觉得你爱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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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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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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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